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做小鲸鱼发夹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需要什么材料 首先是剪刀 然后呢一个小夹子 然后呢需要三种颜色的布片 其实两种颜色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呢大一点的这个需要一片 是4乘4厘米的 然后呢这两种颜色呢是3乘3厘米的 然后呢各需要三片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小的这个布纸布的圆片 然后呢还需要这种珍珠 半颗的珍珠可以粘上去的珍珠 然后呢小的需要两个 然后这个大的呢需要三颗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这些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鲸鱼的身体怎么做 其实呢这个也非常的简单 跟我们之前做的櫻花的花瓣是一样的做法 先把它对成三角形 然后这边往上 然后这边往上 这边往上 然后沿着这条线折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里给沾上 然后我们把这里沾好了以后把它打开 这样就是一个小鲸鱼的身体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鱼的尾巴怎么做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鱼的尾巴怎么做 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一片 然后呢把这个像这样 在这里打一片鱼的尾巴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鱼的尾巴 再用一片鱼的尾巴 再把它打开鱼的尾巴 再打开鱼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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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這裏打點膠 好,我們就用兩個小的三角形 然後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像這樣 然後接過來 這樣就是一個魚的尾巴 我們要把它放在中間這裡面起來 所以要把魚的尾巴放在中間這裡面起來 然後這樣就是一個魚的尾巴 我們要把魚的尾巴放在中間這裡面起來 这样一个鱼尾巴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三个这样的鱼尾巴 然后呢我们把这三个鱼尾巴像这样 前面这里给它粘起来 给它打点胶 现在给它粘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鱼尾巴 然后还有我们的鱼的身体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它粘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粘在这个皮尔上面之后呢 我们要弄这个珍珠的部分 直接打一圈胶 然后把这个珍珠一颗 一颗的粘上去 然后呢这两个是鲸鱼的眼睛 我们也给它粘上去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旁边的这里给它修剪一下 然后让它看不到 只要我们的小鲸鱼发酱就做好 哦对还要把它粘在这上面 这样我们的小鲸鱼发酱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